浪漫其奴 浪漫其奴 正经则为 浪漫其奴 师父您虽然是决定以本教活法的身份来完成这一生的恒法理性的事业 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师父对任何教派都是没有分别的 而且您身上也有其他很多教派传承的这种教法 那么我们想请师父给我们聊一下 您是如何看待雍中本教和整个藏传佛教的关系呢 这个教派分别上面我就是先讲一点 我小的时候不是没有分别的 人存在的时候有分别性是存在的 这是正常的 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些分别的 比如说我去尼玛教派的时候呢 很多尼玛教派我前世家的人说本教不好的时候呢 我觉得本教不好的 然后呢去那插家教派的时候呢 他们说尼玛教派我本教不好的时候呢 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的 然后回到本教的时候呢 他们说本教就是尼玛教派我成家教派有点不好的时候呢 也有一种心动的时候 然后呢朗逸师来的时候呢 我就接触了朗卡辞者的 他是一个没有教派的一个师父 而去给我讲一些教派 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经书 我去研究 比如说波罗金 尼玛教派的波罗金 本教的沙加教派 嘎吉教派 格鲁教派里面讲的是 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就发现 波罗金里面有些 有点的区别在哪里呢 有些教派呢 解释的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另外一个教派呢 解释的比较清楚的 有些教派呢 解释的比较复杂的 有些教派呢 比较简单而已 然后呢 轮上呢 打通小仪 最后呢 我的就是 对本教也好 其他的教派的看法就完全是变了 觉得我就是 不管是本教 尼玛教派 嘎吉教派 或者格鲁教派等等 都是 都是佛法 都是佛家 都是天下的佛家是一家人 后来我就回到 以西斯 我接受了 本部教的 观珠尔 178部经书的传承 2000年 我接受了 印度佛教 就是尼玛教派的 大藏经 一般的三部的传承 可以说过去的历史到现在 我是唯一的 接受本教的 经文的传承 和尼玛教派 就是印度佛教的经文传承的 师傅 也是一个出家人 这历史上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 到现在也没有 未来是我不敢说 所以呢 我对本教和 这个 其他的教派呢 不是说很了解 但是呢 这些 也有一些区别的 我对本教派的 我对本教派的 我对本教派的